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 我是中银期货策略交部的负责人 有可有很高兴在这里 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今天的贴货市场盘面 今天的盘面要一句话来总结 那就是骨子小幅震荡商品分化 供若农墙 饲料古物领长 我们来看各板块的表现 今天骨子期货小幅反弹 整体还是处于一个震荡的局面 而商品市场呈现多空交织的状态 其中农产品表现较为强势 饲料古物软商成为领长的板块 油脂板块也是继续拉高 所以农产品今天成为一个多头的热点 相比之下工业品表现较为弱势 原油成为领跌的板块 钢铁建材化工有色 都是出现回头调整 所以今天整个方面 整体是处于一个多空交织的状态 我们来看今天的涨跌排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豆一菜坡涨幅超过3%以上 豆二豆破铁矿红枣 涨幅超过2%以上 豆油棕榈也是有一定的涨幅 那么所以多头热点 主要是集中在农产品方面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生猪跌幅超过4%以上 LU PTA 磊油 螺温 这些品种跌幅也都超过2%以上 所以今天整个方面 是呈现出一个多空参半 我们来看市场热点品种 具体的走势 先来看到多头方面 那么红枣也是近期的一个热点 我们可以看到红枣近期 也是不断的创出新高 那么整体表现非常强劲 延续了一个多头的一个状态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一个行情 棉花今天也日突破前期的一个区间关键位 那么创出近期的一个新高水平 多头增长上涨 那么也是延续了一个多头的趋势 可以继续跟随多头的行情 白糖 那么今天也是站上6000这个关口 那么创出近期的一个新高水平 表现比较强势 虽然有所回落调整 但是整体还是维持一个强势的状态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它一个上涨动能的持续性 再来看到豆一 豆一前期日处一个区间宽幅增长 今天迎来较大幅度的反弹 那么涨幅超过3%以上 目前也是再次逼近前期的一个高点 那么如果进一步走强 可以关注短多的一个操作机会 豆二 那么今天呢也是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上涨 那么价格逼近前期的关键位附近 上方4600关口 如果进一步突破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表现 再来看到双破的一个情况 豆破 赛破 近期呢也是出现反弹 那么突破区间上延之后 今天呢是赢了一个较大幅度的反弹 目前再次逼近前期的关键位 尤其赛破 我们可以看到逼近了这个3000整数关口 如果进一步上涨 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机会 再来看到油脂方面 油脂呢 那么上周五夜旁是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拉涨 今天呢是白天冲高火落 那么整体呢还是处于一个偏强的状态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它后市上涨动能的一个持续性 如果进一步走强 那么可以继续跟踪多头的机会 再来看到空头方面 那么深珠还是弱者很弱 我们可以看到前期 虽然有所反弹 但是呢再次增弹下跌 今天破位 算出了一个新低的水平 表现非常弱势 那么所以我们提示大家千万不要去轻易的抄底做多 那么我们一定要顺势而为 不要去做这种火中取一的事情 再来看到原油 那么也是说外边的影响 今天呢是出现回流调整 整体是处于一个区间宽幅增长 短期偏弱的一个态势 由此呢也带动了化工品的走弱 燃油 那么也是出现一个整体走弱的走势 那么目前呢也是达到前期的关键位附近 如果进一步下坡 那么可以关注空头的一个表现 地流燃油油 包括沥青 都是类似一个走势 目前处于一个连接位置 再来看到PTA和一二纯 那么今天呢是破位下跌 那么整体来说是表现比较弱势的 如果进一步走弱 可以关注空头的一个机会 再来看到黑色系的一个情况 那么罗文前期经历了一波连续上涨 然后呢是回落 再次反弹之后 今天呢再次走弱 那么整体表现是处于一个震量偏弱的状态 目前关注它能否继续走弱 下方关键位5300这个关口 热卷也是类似的一个走势 那么整体是处于一个震量偏弱的状态 如果进一步走弱 那么可以关注短空的一个操作机会 再来看到煤烫方面 动力煤 那么近期呢也是处于一个区间宽幅正量的格局 反弹之后再次走弱 目前逼近前期的关键位 760关口附近 如果进一步下破 也是可以关注短空的一个操作 焦煤 那么前期表现非常强势 今天呢也是继续拉针 但是呢冲高喉落 目前在前期关键位出现一定的阻力 那么目前是处于一个多头调整的状态 当然短期呢也是有一定的高位波动的风险 那么前期老餐都大 一定要注意做好营业的保护 那么整体来说 目前整个黑色系呢 还是相对来说 震量偏弱的一个状态 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农产品表现较强 而工业品原油化工 以及黑色系呢表现较为弱势 那么我们现阶段 多空分化的比较严重 那么也给我们交易呢 带来较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给大家制定现阶段的一个交易策略 商品维持区间运行格局 清商参与做好利润的保护 那么现阶段 我们这是比较好的一个交易策略 豆腐热点呢 主要是集中在农产品方面 刚刚给大家详细分析了 棉花 白糖 红枣 那么是延续了一个多腿的趋势 棕榈油 豆油 菜油 以及豆饿呢 这些也是可以继续跟踪 它的一个多腿表现 那么空腿热点 主要是化工品 PTA 1G 沥青 燃油 那么处于一个区间破位的下沿 那么如果进一步走弱呢 可以关注空腿的一个机会 农产品当中 生猪和鸡蛋表现比较弱势 那么可以进一步关注 它的一个空腿的机会 所以目前可以进行一个 多强空腿的最终操作 这样呢 既有利于降低我们持续的风险 也能补着一些热点品种的交易机会 同时需要做好盈利的保护 好了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交易策略 希望对大家的操作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